好了比赛开始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体育直播TV为您现场直播的2021赛季中国足球协会假接连赛第九轮 南通之云和江西北大门的较量 张晏君最近两轮有进球 唐启润球队的头号射手 发了一个前点 这条线上没有谁能够碰到 张晏君觉得对方拉拽他的球衣 安徽小伙在巴西波塔发格也是待过几年 回到国内提比赛时间并不长 打过中椅 好球 收拳了 开场了第十分钟 对 第十分钟 到了中间之后 你看这个球的发展 你看进攻人数多多 没错 飞于这个球传过来 黄聪是方圆三米之内没有人看他 没有人干扰他 其实射门难度比较大 他得把身体蹬起来 然后用左脚凌空将球打进 因为他进攻当中 这边南通之云角球战术 他并没有在点球点 比如说用三四个人抱团 然后再散开那种方式 看这点大门 对质量挺高 差一点争到第一点 刘伟的射门 这才三十分钟 双方都八个脚球 漂亮的铺脚 看看那个脚球 特别的在意 但是你的数据很好的时候 对方的球队 对方的球员就会在意你了 好机会 1比1 你看 而南通之云在1比0之后 我觉得显得没有作为 这个是不好的 他受到了惩罚 康振杰的传球 马上这一下碰这一下 还是站位防守 哎呦 我天呐 球进了 上场第45分钟查加斯 进球出现 定位球 这个球你别说 费玉的这右脚兜的这一下 弧线还真挺大 球速也够快 这球看得很转 哎 第一下没出到球 对 他是不是阳光刺眼啊 第一下没挺好 再控制就难了 他出到后点 投球 哦 又进了 第四个主攻 哇 杨明阳第四个进球 第一下虽然没挺好啊 但对方靠近的有点慢 看他有没有出底线 没有 杨明阳的后点 没有任何人干掌 杨明阳来了一个头球 嗯 刚才在走路发那个 他发了一个前点 哦 大乌鲁 超级大乌鲁 62分钟 超级大乌鲁 比他来到三比二 啊 真是克雷亚 这球顶的角度 力度 让自己的门将 罗素打风线上呢 有点就打酱油的意思 打印了 哦呦呦 就差一点啊 罗素 那看来防守还是碰到了 这伤隐 哎呀 这个球是没转啊 伤隐停的太大了 结果再想去铲这个球 哦 直红 红盘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右脚抬得太高了 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